以太坊发生了变化 以太坊跌穿了我们的一个震荡三角 我们的做空目标价格准备达到了 目前我们持有这个空单 已经有了140美金左右的下跌的一个链空间 它已经达到了3% 4%的一个下跌 说说这一波的回报率是百分之 五六十的一个回报率 这一波那个行情 这一波做空的机会 就上个视频我们说到 以太坊一旦跌穿这个2400美金 就是一个做空的机会 那么下一个目标价格也就是一个 2170美金左右水平 那么目标 我离我们的目标价格还有100美金 接下来会不会继续去跌破 我们的一个跌到我们的目标价格 那么现在的话 大家如果持有以太坊的一个空单 可以设置一个保温止盈的一个情况 设置一个止损的位置在一个开仓的一个价格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能否赚取更大的一个利用空间 或者就减仓一点 然后如果继续向下跌的话 还能赚更多 那目标价格是2180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目标的话 还是有一点差距 准备是到达我们的目标价格 大家不要惊慌这一波的行情 昨天我们在视频里面明确说掉以太坊 一旦是跌穿我们的震荡山脚 我会再提醒大家 进行一个做空的一个机会 做空的一个机会 那目前的话 它跌穿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还是有一波的一个小的一个机会 能够赚钱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的话 它跌穿的这个位置 它已经再也不是那个以太坊了 它再也不是那个非常犹弱的以太坊 那么现在它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它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回调 这一波跌到下方的话 还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跌到我们那个2180美金左右水平 它是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支撑 如果这个位置支撑不住 那么它就会往2000美金去向下跌了 所以说现在的话 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到达这个目标价格 如果在目标价格先进行止盈 体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大家操作思论非常清晰 等一下我们看以太坊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会及时的在我们的社群里面进行通知 好 今天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等会它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再进行操作 好 一会见